你朋友你剛剛認識多久 多一個禮拜 對啊 你怎麼這麼久 你那是一個禮拜就相信他了 不行啊 銀行櫃台前 警察和行員苦口婆心 不斷極力勸阻 因為這名男子 一直想會錢給認識 不到一個禮拜的朋友 這次遇到二 有沒有漂亮 有沒有漂亮 你說 漂亮 別說 我不騙你 漂亮啦 看到我都喜歡 美女照片 人人看了都心動 但男子遇到的這位 漂亮朋友 根本就是詐騙集團 對啊 我看到都會動機 可是他那都是網路解體下來的 詐騙集團逗用美女圖片 偽裝成電商美女客服 子其妹 說可以在網路上代購 代售沃爾瑪所有高價名牌 幫客戶賺取其中 高額差價利潤 男子在甜言蜜語紅片下 一腳落入詐騙陷阱 不是有好意要幫我 不是要太高了 來啦 你一個禮拜認識的 就是剛朋友 你又沒看過他本人 男子深信不疑 二十一號拿著兩萬元現金 來到新竹這間銀行要匯款 不斷滑手機 航員覺得貴貴的 趕緊通知警察到場 認識的都不關朋友喔 到網路上簽約到嗎 不是啊 不算 哥哥 我們佛孫生的人 在這裡跟你說 你又沒聽 姓王路的新信心 詐騙集團甚至還做假的簽約書 來取信男子 索性最後在保氣員警 和航員馬拉松市的勸說下 男子才從美夢中驚信 免於變成詐騙集團眼中的肥羊 記者何孟謙 蔡玉山新竹採訪報導